www 所以說香港的虛擬Youtuber 真的很有香港的特色 我只是想說 他唱歌真的很好聽 然後這位是拍了女性向的18禁ASMR 因為他除了是Vtuber之外 另外還是配過 鬼滅之隱 辣不肖身 名偵探柯南的香港配音员 大家好我是Plawner 2021年香港除了本地音樂之外 有一個文化發展得非常蓬勃 但總是被人遺忘 那個文化就是 虛擬Youtuber 虛擬Youtuber又稱Vtuber 意思即是以虛擬二次元的人物形象去進行Youtube的影音創作 日本一個伴愛一個Hololive 已經體現到Vtuber在日本有多受歡迎 大陸因為內地Vtuber的盛行 電視台甚至搞了一個大型的Vtuber選秀節目 引起了極大的迴響 而在香港這兩年有很多Vtuber出道 最少都超過100個 我想說坊間有很多謠言 我的人很毒很窄 我再次鄭重在這裡澄清 這個不是一個謠言 由上個月開始我積極關注香港的Vtuber 看很多不同的精華 務求發掘了香港所有的Vtuber 我今天抽選了其中8個跟大家分享和介紹 告訴你香港Vtuber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月流尾應該是目前最高訂閱的香港Vtuber 角色設定是19歲的惡魔 因為人類經常攻擊他們的城 所以他爸爸就派了女兒去做Ido 賣藝賺錢 大致上是一個老豆賣女求生的故事 我覺得他頻道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看觀眾怎樣整理它 例如看看觀眾怎樣陰她說些不雅的用字 怎樣間接笑她腦 說她是依依等等 謝謝Hikolai的Supachan 嘗嘗說歌音甜 中音盡低音勁 喂 姐姐 不是 喂呀 我姐姐RioMe依依依可不可以做我姐姐 你叫我依依? 叫我依依? 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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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被叫我依依呀 喂呀 NO 雖然被叫依依真的很可憐 不過 這位依依的直播真的很好看 她跟觀眾之間的活動真的沒有人能及 在揚人節那天 她的粉絲幫她做了一個紅地毯活動 在兩個小時的直播期間 她總共收到的送目 是超過了港幣的一萬 她平時除了直播打機聊天之外 頻道裡面有不少Cover的影片 以及都經常唱歌直播 有興趣的話不妨去關注一下 子映的身份有點特別 因為她除了有一個VTuber之外 另外還有一位專業的配音員 她配過的角色包括有 還有納不小心的莉莉 鬼滅之隱的花柱 名偵探柯南的灰原哀等等 大家一起中年高嘛 我們好期待呀 可不可以帶支番禮給她吃呀 這頻道是主打唱歌片 特別是粵語翻唱日文歌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非常喜歡聽粵語翻唱的作品 我是一個聽兵心所容多過聽 Let it go 的奇怪人類 大著力生 一起起翻力尋他著身力去向 捉緊了此刻那若來若即想結束的你 攜手頂樓罐漢萬惡世間就全部捨棄 此晚夜數星從七一鐘照亮 不怕迷失方向勢要得你歡呼讚聲 在智瑩的頻道當中 就有很多不同粵語翻唱的作品 特別推薦Yorosoby的群青 和和DX合作的炎戶益或愛 不過智瑩她自己也說過 她目前的定位可能有少少尷尬 雖然她也是一個 以虛擬形象和大家見面的Youtuber 但她不是一個典型的Youtuber路線 不過我覺得不要緊的 就算蕃茄 無論是水果還是蔬菜都好 大家都一樣喜歡 雖然我不喜歡吃 可能看到這裏你會說 喂大哥 每個香港Youtuber都走日本風的 每天有日本講日文 又唱日文歌 那我看一個純正的日本人就可以了 用來看一個香港人扮日本人 那你就錯了 待會和你介紹兩個極具香港特色的香港Youtuber 小林Isa設定是一個17歲的女子高中生 我最欣賞她的地方 就是她聲稱自己賢良熟德 不會說髒話 但轉頭她會 她說髒話要你老母臭蟹 這樣 不過我拉的時候 都盡量不會說的 而且Isa是一個賢良熟德 17歲就吃高過城 郭爺就跟我說 咦我要這麼吃高達 你老母臭蟹 不是你咦咦啊 哪有咦咦啊 不要你咦咦 她曾經還開過一個 一說髒話就會收台的直播 結果這個直播維持了9分鐘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對香港的粗口不是很熟悉的話 看她的直播 你應該會充分了解到 有不同粗口的意思和用法 不過認真說 我覺得她最大的優點就是貼地 看她的直播 看她的聊天 就真的好像看你身邊一個朋友 一個很爛頭的朋友 去跟你分享日常生活的事 不過有一點我對她是非常不欣賞的 就是她喜歡有菠蘿的披薩 有人追捧她絕對是一個邪教 我覺得她的學校的老師應該要幫她輔導一下 香港教育真的不能等 Oh wow 這麼一個香港人 我真的really appreciate有這個type的Vtuber 真的很喜歡她下一個很香港的路線 她的直播內容就是和大家讀一下潮文 講一下古 玩minecraft做卷 偶爾還會罵一下觀眾 她還叫觀眾獨愣mk斥頭 有時還叫我們打少點飛機 非常溫柔體貼名符其實的mk妹 我的三圍當然是36、24、36 如果太多立平的話 就要打少點XX了 另外她都會開一些唱歌的直播 好好戀愛Where did you go Sugar Baby Fantasy Chill 到泰文版的蒙面超人 還有她加上黃色衣服 她都很有誠意地唱 就連玩Outlast 她都忍不住要高歌一首Sugar Baby Honey,Honey,Honey,Baby Hello,你在看什麼? 是不是在看Sugar Baby? Dadaada 你好,Sugar Baby 可以給我鎖匙嗎? 好 2500 誠意真的滿分呀 整體來講 她頻道是下一個幽默風趣的路線 她是搞笑到 我想她應該是全香港第一個 玩Switch 可以玩到不小心公開年齡的Youtuber 要搞得簡單 要搞得簡單 又來了 啊!! 啊!! 啊!!! 為什麼我這麼又重選過? 你們失憶! Me Polly! 話說VTuber有很多特別用語 我現在可以略略介紹幾個常見的給大家聽 方便給大家 首先什麼什麼推 推的意思是你很喜歡 大家通常會配上自己喜歡的VTuber 一生推代表你一輩子都很喜歡 單推代表你只喜歡一個 DD來自日文 無論是誰都會喜歡 簡單來說即是抱 偏向貶義但大家都會用來自嘲 中之人即是飾演那位虛擬Youtuber的幕後人員 吵即是笑聲 因為日文的笑是www 就好像吵 最後是一個美好的東西 風子也有直播打機和聊天 不過表現並沒有非常出色 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活躍了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頻道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色 就是他現在主打廣東話女性向ASMR 他飾演一個男朋友角色 他已經有不同的錄音檔 從簡單的聊天告白 去到一些不太適合小朋友的錄音檔都會有的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要的話 絕對可以關注一下 我喜歡你 嗯? 你問我這個 真實話還是怎樣? 不告訴你 哈哈哈 啊!可不可以寫下你的電話號碼 我想到時候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問你方便一點 可不可以 不是啊!我絕對不是他來追求你 哈哈哈 米亞設定是一個六歲的熊貓 如果你說Lumi是經常被觀眾玩的話 我就覺得米亞是經常玩觀眾 在他的自我介紹當中 他喜歡吃的東西是西蘭牛扒 一定是西蘭牛扒 他的興趣是拿著叉 為人吃茄汁 夢想就是守護這個地球 如果觀眾同意他的話 你可以有屎水喝 還有一些特調 那這一波呢就是 我給大家的紙水 我希望呢 那個主人可以和米亞一起 施一個就緣 如果大家不跟著說 都沒辦法 那這一波就很難喝 兒子你們死了 不和我一起施魔法 很多多謝 痔瘡君的Super Chat 痔瘡君 我知道 你好像 有到處去其他VTuber那裡 打Super Chat 但是呢 我覺得你可以 喜歡我們這個頻道多一點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件事 可能因為他本身都是畫開手帳的人 所以他後期轉生做VTuber之後 很多美術的東西都做得非常之好 總括來說 我覺得他一個反應很快 很幽默的女生 非常適合做賣土耳其雪糕的店員 另外他也推出過很多高質的Cover 日文歌語語翻唱都有 囉 雀鳥設定是一隻麻雀 其實他出道了差不多一個月 所以片種也不算多 不過我很喜歡他搞的特別企劃 例如搞戒王大賽 邀請一班觀眾一對一的battle說笑話 看看誰是搞戒之王 表演了登堡子選手 我覺得這次的比賽根本就沒有人是我對手 因為我對手在我那裡 壞人不計熱狗的話他會下味醬 崩茄醬 我全部都下了 因為他是混醬 雖然雖然也挺冷 而雖然的笑點也非常低 但我覺得整個企劃真的很有創意 另外他的午餐價格很猜大 也很有趣 邀請觀眾拍下自己的午餐 然後發給他 集體猜猜各位觀眾的午餐值多少錢 大家真的很欣賞 就是他都認為三色豆是邪教 有位觀眾投稿 他的公司飯盒麻婆豆腐竟然加了三色豆 哇 一個是麻婆豆腐 但是為什麼會有三色豆 麻婆豆腐加三色豆 邪教 願意轉工 好不好 下次見工的時候 一想問 為什麼要轉工 你要答 上一間公司的餐廳 麻婆豆腐加三色豆 實在抵不住 所以就走 所以我覺得他的價值觀非常好 就不像有些人這樣 提倡吃這個菠蘿披薩 Iru頻道獨特的地方是 以上提及的VTuber 主要都是以直播和唱歌為主 不過Iru就拍了很多短劇和Vlog 介紹一下香港紀錄一下生活 我沒想過一個虛擬的Youtuber 都可以拍到Vlog 專門不選手 另外很罕見地 他是一個有3D化的VTuber 所以除了聊聊直播之外 他另外也有拍過跳舞片 但他聲稱自己是全香港最可愛的VTuber 這點我是有保留的 我覺得可愛這個字只可以是我用的 總括而言 我覺得VTuber的看頭就是有種虛實交錯的感覺 就好像有種動漫人物跟你交流跟你聊天跟你互動 也挺開心的是大部分的香港VTuber都很有香港特色 有種將日本文化和香港文化結合的感覺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你 你會覺得這種文化是新的有趣娛樂 還是一個奇怪的東西呢? 不妨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的愚見 不得不承認我對VTuber這件事其實不是很熟悉的 我真的為了拍這條影片才去做research 以及開始積極地看香港的VTuber 所以如果以上有說錯或者說得不好的地方的話 歡迎大家指證我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最後有興趣的話 記得關注我提及過的所有VTuber 以及幫這對VTuber做精華片的頻道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有什麼想說、分享 或者有什麼香港文化想我介紹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A